不立起 好球 没有原本 到球的就是高林 高林 没有机会了 太可惜了 这是中国足球近十年最激动人心的比赛之一 直接让韩国队员赛后集体下跪 上半场第26分钟 全北现代在后场的失误 送给了恒大二次进攻的机会 可莱奥与高林接连打出撞墙配合之后 巴西外援顺势低设入网 帮助广州恒大先下一场 落后的全北现代大举进攻 他们显然不愿意在主场输给一支中超球队 而冯潇婷在边路的防守失误 险些酿成了大错 好在对方的埃尼尼奥 最后在禁区内的抢射 偏出了远端力中 随后 全北现代通过起高球的方式 继续展开进攻 皮球随即在禁区内错进错出 形成了得分机会 这次又是埃尼尼奥的统设被力主拒之门外 恒大也再次躲过了一截 比赛第38分钟 孔卡在行程穿当过人之后 将球横敲中路 最后 穆里奇在禁区湖顶的远射 被门将金敏值倒地没收 一分钟之后 恒大又通过中场的争抢 破坏了对方的反击 球队也是直接形成了游手转弓 孔卡送出分球之后 高林面对逼抢 最后利用经验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阿根廷球星随即利用脚腕的变化 将球发进 此时的李章珠在场边兴奋不必 而韩国竞旅显然是低估了 中超冠军的实力 上半场尾声阶段 全北现代同样获得了任意球机会 不过艾尼尼奥完成的直接攻门 被门将杨军双拳击出 主裁判随即也吹响了 上半场结束的哨声 下半场一边在战 两球领先的恒大踢得并不保守 这次是穆里奇利用突破 创造了任意球机会 孔卡主罚的皮球 也是惊出了对方门将一身冷汗 皮球几乎是擦着力柱出的底线 短短三分钟之后 恒大再次通过定位球机会 展开了攻势 孔卡送出的挑船 造成了对方禁区一片混战 最后赵旭日接连完成的两脚攻门 都未能形成太大的威胁 随后孔卡又通过身体对抗 争下了球权 随即送出的直船 直接帮助队友形成了准单刀机会 可惜穆里奇完成的推设 被对方门将挡住 而孔卡又在转瞬之间送出了一记 恰到好处的传重 但穆里奇最后的投球争顶 却显得有失水准 恒大持续的向对方的防线施加压力 张林鹏送出分球之后 赵旭日稍作调整完成的远射 也是波举威胁 恒大随即的角球进攻被解围之后 张林鹏顺势的左脚攻门 显得有些太过于草率 直到比赛第62分钟 全北现代终于迎来了下半场的第一波攻势 球队的此次进攻也是撕开了恒大的防线 不过李东国最后的破门被吹罚了越位在先 两分钟之后 对方的角球进攻在禁区内形成混战之后 政治的解围不远 让对方外援在右侧形成了横传 最后全北现代也是戏剧性的错失了缩小比分差距的机会 比赛第68分钟 孔卡在前场通过积极的逼抢 迫使对方大脚解围 恒大随即在获得球权之后 又是由孔卡送出关键一传 不过穆利奇在禁区内的横敲遭到了对方的破坏 而孔卡这次又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 最后帮助克莱奥将比分改写成了3比0 一分钟之后 全北现代通过右侧的船中在禁区内形成了机会 最后由李东国助攻9号金信勇搬回一城 当韩国敬旅看到希望的时候 恒大全队立即用出色的表现让对手心灰意冷 可莱奥的做球以及高林的跑动帮助队友获得了空间 孔卡稍作调整 用一记世界波将比分再次改写 而就在此时 恒大主教练李章珠的表情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全北现代在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梦 比赛第74分钟 恒大右眼左侧打出精彩配合 赵旭日送出的分球帮助穆里奇获得了机会 后者最后的进球也是让恒大的首场亚冠比赛大胜而归 而对方的队员们赛后直接在更衣室集体下跪